从10月1号大陆连续刷新扰台军机数量以来 台海议题天天在国际媒体和美国政府简报出现 纽约时报标题台湾成为美中矛盾核心问题摩擦起火不远了吗 华尔街日报是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国际间担忧两岸因为意外或误判开战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被问到 如果美国要出兵捍卫台湾 是否需要国会授权 美国官方重复同样的谈话重点 包括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弱磐石 美国依循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 和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不变 以及美国将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但记者关切美国和台湾维持紧密关系的步调 是否和大陆对台挑衅作为有关 英国金融时报编辑委员会认为 两岸领导人最近的谈话 习近平媒体武统台湾 蔡英文表达维持现状 显示双方都有分寸 文章最后提到台海情势 就是在可容忍的现状和灾难冲突之间做选择 贴心美国不要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 TVBS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